现在呢是7月初 旧金山的夏天如约而至 我们这边因为加利福尼亚寒流的关系 夏天是比较寒冷的 风大 雾气也大 我就感觉月季吧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但是呢我又发现 另一些喜鹰的植物 它们呢非常享受这种气候 开得生机勃勃的 比如说海棠花 海棠花呢在我家是属于一种 四季开放的植物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又入了一株指甲苗 它的中间是这种黄绿色的 青明的薄荷的颜色 一看见呢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清新 然后外围的一圈红色的边 增加了它的一种精致度 但是这种类型的海棠花呢 它只能是接受直射的光线 不太能够承受直射的阳光 但如果你入的是另一种叶片是偏黑 偏深的那种秋海棠 那么它可以接受直射阳光 甚至可以种在全阳的地方 这个是副瓣的小凤仙 我在另一个视频当中提到过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柔美的粉红色 外围渐渐的变成白色 它的质地呢也是非常柔软舒服的 皱质的感觉 让我想起了另一种花 叫做Rose of Sharon Pink Chiffon 但是呢Pink Chiffon 它的植株比较大一些 如果你想要一个迷你版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粉色的 副瓣小凤仙是很合适的 这一株叫什么来的 叫仙克莱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会陌生 它呢在我家也是属于四季常开的这种花 我当时在一种颜色选择当中 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这种白色到桃粉色的渐变色 它让我想起了哪吒和观音用的莲花座 确实呢仙克莱的这个中文名 我觉得取的是非常的靠谱 非常的生动 但是它的另外一个优点 如果你没有中过它呢 可能不会知道 它的叶片非常非常的壮实 质感非常的好 并且呢叶片的背面是这种深红色 一种深的珊瑚粉 它的叶片是很有高级感的 给人的感觉 接下来看见的这个是单半的小凤仙 我觉得这个花呢 它虽然单独的时候看得不起眼 但是裙开的时候效果还是挺震撼的 在我家是抬柱子连续开了好多年 但是这一次呢它的枝干长得有点太细长了 就开始往下垂 然后我就齐根的把它剪掉了 没有过多久呢 它又复花了 并且它的有一些种子掉落在了旁边的盆景里面 那么又在旁边的盆景里面长出花来了 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好养的小花 这个是天竹葵 我是把它种在墙上的一个盆景里面 它也是非常适应这个直射光的环境 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